姚立竹所说的这次林丹在今年的状态 有些起伏并不是特别好 赛前旁边的英文解说员也问我 说林丹对今天这场比赛是否有信心 我说林丹的信心没问题 但是他的状态不一定很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比赛 这场比赛 汤千虎教练和夏全泽一起做到了唱片 汤千虎现在是专管林丹的训练和比赛 加油 下动作让对方二次启动 谭成焕没有步伐没有到位 回球没过 他的教练成汉谷和李毛 李毛是来自浙江的教练 这几年在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指教 加油 加油 两人最近的交手呢还是很接近的 包括前面的团体赛 还有在九月份的长州中国大师赛上 自从胜体赛之后两个人已经碰了三次 ине 二 二 一 二 三 一 第二 二 二 自己打得比较积极 有些机会还是很好的抓住 出击还是非常成功 另外一方面 小郑换的输入还是比较多 李炫一 韩国的老将 李炫一在本次比赛的第二轮是输给了陈金 当年李炫一在八年之前俯身亚运会上 也是为韩国立下赫赫战功 赫赫战功 赫战功 多拍 球出界 其实上一场林丹打这个 越南选手软天明的时候 就是场上明显 因为软天明的速度 肯定是无法突破的 对 最后在林丹不加速的情况下 他只能打多拍 可是打多拍的林丹不失误 软天明没有办法 是 就是林丹反正是不失误 你怎么打 我肯定是不失误 所以软天明也没办法 逼着他球要求质量越来越高 最后都是出界或者下往 对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对拉掉的情况下 那么你首先体力要能够应付 如果你不能应付 你可能就对你的回球质量要有要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如果你基本速度非常好 那么当然可以 但有时候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要求质量 那么往往会出现一些失误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印度级下的索尼 这场球 我不知道等一会儿我们转播的摄像 是否能抓到陶飞克 我估计除了陶飞克这样的选手不来 其他的选手都会来看一下 今天的半决赛 是的 虽然他们可以说都非常了解 但是也希望在通过这样的比赛 通过这样的比赛 来看一下双方 都了解一下飞克 2比8调整化的开局非常不利 他开局这段还是失误太多 对 所以丢分有点快 在世纪赛上他能战胜林丹呢 主要他的防守非常好 那场一上来防林丹几个进攻 防得非常扎实 非常好 而且出现反击机会得分 一下信心就有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就是目前你要跟林丹抗衡的话 首先你得要能够守住他的球 这是一个基本的 如果你守不住他的球 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在介绍的 就是林丹他的进攻非常有危险 一般对手是很难守住他的球 再一个呢就是你也要具备一个拉掉 这种体能的这种能力 林丹突然的一个变速 判断谈对方底线之后 判断对方会掉往前 已经提前去准备 抓住了对方的回球 在林丹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时候 好几年以前的时候 中国队的教练就说 林丹是我们这些年轻队员 当时他还是年轻队员 年轻队员里抓球意识最好的 说明在场上他除了精力很集中 一方面他会观察对方 才能够很好地抓住对方的一些球路 这个球林丹在正手区 推这个直线 质量不是很好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所以很快地被朴生晃 抓住了这个正手区的半场 我说官员是在这旁边怎么看到的 我说官员是在这旁边 这是都变成桑 我说官员是在这里 我说官员是在这边 我说官员是在这里 这一拍 听声音还是 比较有力量 你看飘生化还是有防守 能够有一些防守的成功率 多拍之后造成林丹的头顶灰直线球出现 刚才赵尔导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 林丹他有一个好朋友谢欣 原来是国家队的队员 现在在国家队赞助单位工作 他也是说 因为他跟林丹是同乡 乐意特别好 他说单哥的球 最怕的就是一看他攻不死 这个球就困难 当然如果之前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你能够守得住 但是你也要 还要有具备多拍 因为他如果顾不死 的话你要去 供死林丹 其实我觉得林丹现在的防守也相当不错 对 所以就还要必须具备的 你有多拍的能力 这个刚刚我们拿到一个赛场的统计 赛会的统计 刚才陈金和李中伟的那场比赛当中 最长的一个回合在第一局打了七十七秒六十一拍 非常多 我记得过去混双张军高龄有一场比赛 打了五十九拍 因为羽毛球它这个多拍也是一个基础 对 对方如果可能我公不死你 或者我一下两下解决不了战痛 但是我把我的球的质量维持好 最后把你拖垮 这也是一个办法 对 所以多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 那么多拍其实就是检验 因为选手他的基本技术是否娴熟 是否掌握的比较好 踢队脚 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些高手互相之间也在学习 双方计计比赛十一比七 uit 什么 可以 他非常让我看 掌握在往前 == Ear rail 真的吗 有一个心理的较量 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 我们现在通过Mannite 但是回放的质量还是非常好 所以编冯放挑球不到位 anymore 那么一般来说 本身林丹的进攻已经非常有威胁 如果你的球质量还不好的话 那当然是非常难守住这个球的 出界 打到双打线的外面 双打线的外面 的中组 从 Professor 马纪畔 大家看到 他现在看到 邓宪 将军背还有夏剑子 你和后背 那我就说中间背 这球有点可惜啊 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已经在前半场 等待着 场上换的回球 其实已经抓住了这个球 但是这个球呢 因为对方回的位置嘛 就是在中间 反拍其实也可以打 但是他就觉得 拿正手的威胁会更大一点 所以在这种 犹豫当中啊 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他们也总结嘛 现在有很多球推中场 也是一个犯法 好办法 嗯 就是 谭生换的判断失误 14比10 仍然四分优势 好办法 晚上换的机会 还是把握住了 嗯 身材很高大 对 在起跳之后 郑主批杀 南街 嗯 然后有韩国队的 日本队 日本队的队员 以及教练 朴如鹏 嗯 我们在前面 包括姚立竹 还有我前面也说了 就是林丹今年的状态 可能有些观众就有人疑论 嗯 那他状态好什么呀 ISO 状态好的 nós请订阅 2008年北京奥军会 对 那就是添丹犯和决赛对李宗伟,那就是添丹状态好的时候。 当时恋爱的状况可以说无人能够敌的。 但是他一辈子也不是永远的那样,也就是一两次。 是。 这个起跳之后又难掉。 朴正煥的反应又慢了一点。 总体来说就是朴正煥因为人比较到大眼,所以他的脚呢。 但是步伐是可以出出去,但是不是那种灵活性的,那种频率快的。 他在步伐场还是欠缺一些的。 对方的两个往前的推对角,林丹是抓得最好的。 出道理来,这种统计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每场平均都能抓到三五次。 所以这种推球要特别的注意。 对这个糊涂的要求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 他抓这种推的突击能力很突出。 主要是他这种后退起跳这种能力比较强。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有些球当然可以这种质量要求就不一样。 就跟普通运动员打打可以。 但是对林丹的时候更要注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就是有些机会给你了。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对。 对。 别쓰了。 别쓰了。 那我把他们使用了。 我对你。 你致 anthropO'的思想也有。 我跟我说的,我说是想要在这边上。 我议阅数是想要有这边上。 我与你这边上边,我估设他,我说是想要替 Eigen吧。 我会干什么。 你现在 дома也比达了。 我说话。 我设他,我扶你你是会干嘛。 但是现在这个分叉主要还是在团统幻的失误上 对 剥拍之后的失误大概是剁出了这么一个距离 是 好球 底线判断有些犹豫 在去过渡的时候 球点太回忆小了 球员很难打到底线的高位 对 看一下慢镜头 他正手区这一起跳 一方面有这个直线 所以你得在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么他又有这个对角 所以给对方在防守的时候 那么起动跟判断上面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这个来 那么平常的话这个球的正手对角还是打得比较好 因为身体比较高 所以我们看这个球过了就直接往下 所以接这个球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刚才林家说事宜 因为裁判还没有做好啊 所以 所以 那个裁判是管这个发球的线 球员出现 李毛跟陈汉国 韩国的陈汉国呢 他的女儿现在也是韩国女单的选手 看上去表现还挺好 对 对 城市现在今年的韩国公开赛表现非常好 嗯 也参加了游波杯 好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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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动作还是稍微粗了一点 往前 那么我们一直说的是一个比较细腻的动作 他的力量的控制 拍面的控制 都是比较讲究的 21比14 林丹最终是7分的优势 拿下第一局 接下来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林丹先发球 林丹的这个拉调当中的突然变速也很可怕 对 这个变速其实我觉得是对对方最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当你突然变速的时候 别人不一定能跟上这个 所以这个威胁就非常大 有时候我们打球就是说这个变速 会开玩笑 我们能打下来这多拍就不错了 还变速 是的 是的 能维持这速度就不错了 我们变速只能往下变了 变瞎黄 所以现今的羽毛球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除了要体力好 这么刚才我们说了 你能否在这种快速度的情况下 能够有变速 所以就是说羽毛球的特别是男单运动员 既要求你有体能 有耐力 还要有爆发力 对 他需要对一个运动员的要求很全面 当然你可能说 我可以不全面 不全面当然可以 也许你可能成为不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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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双方的拍速已经来回 会比较多 这些球呢 我们给大家看看是带有点切 所以这种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会认为 这个球会下的比较比较快 但是切的时候那球呢 相对来说 他就会比较近一点 준性而是带有点涝 所以是足够从便补らし上也吸收了 她怎么会 takie tell 张盈ariat 这个人的这个动作好像不够完整 做完了以后这个人还要再往前推 我觉得首先这个动作并不是那么自然 反手抢往之后假动作推直线 然后再起跳突击 达直线得分 达直线的身体条件挺好的 他的身高力量对都很好 但是往前技术刚才你也看谈到 往前技术比起李宗伟啊 跟您就更没法比了 我现在没法 因为每个时代的 这些风格还是有些区别 好球 后边扁杀斜线 整个的本担前辈给人感觉 他是要直线的方向 可是他能够打出一个 你想不到的位置 首先就是当 朴晓晓打这个对角的时候 他当然要注意他自己的直线 所以当他重心移到直线的时候 林安是出了一个对角 当然你说我也可以防对角 当然是可以 但是你也要小心直线 所以你还要看对方出球 当然一般上因为直线的球来得比较快 所以重心啊站位呢 基本上会偏向于直线一些 这球对角线出的太多 对角线有时候比较难打的 就是你在这个线路上呢 必须要控制好力量 对 直线你控制力量的范围可以大一点 嗯 还有一个对角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要注意弧度 这个弧度如果你处理得不好呢 对方很容易就能够在 中半场就拦截到这个球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回过来球的话是非常有危险的 对 因为直线是躲着对方打 对角线是冲着对方打 要掠过对方的头上空 对方打 他抓这种球 他一个是意识 他一个确实是您谈到的能力 对 人马上就起来了 对 所以回林丹 就是打林丹的后场 要特别小心点这个质量 一般上他有这样一个顾忌 就是如果打太高 那么他有很多时间又很担心 因为他有退到后方的位置 后头位置真来了 哦 我想他应该不是来学习这个对方 想着给双打加油 还是来欣赏这场比赛 也许 对 然后后面还有印尼的双打决赛 前面还刚刚谈到 我们摄像是不是能找到陶飞克 但是我觉得他一般是不会来的 就是像他 因为也不是一个时代的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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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手点杀 出了界外 在这场男单半决赛之后呢 将会进行男子双打的冠军 这个战也是世界级的对抗 对 这是中国的 这是李重大 旁边是韩国的另外一名选手 特上男双今年的互聚亚运会决赛呢 将是在欧运冠军 印尼选手马其斯坦德拉 和亚运会卫美冠军 马来西亚的古剑迪和陈红之间来进行 到时候我们体育频道呢 可能会转播其他的比赛 但是如果观众家中可以收到 中央电视台高兴频道的话 还可以在这一组频道来收看 好球 那么我们一直在提醒的 就是在回林丹的后场 一定要注意你的质量 这个球很明显 就是贾成焕在回到林丹正手的时候 这个球不够到底线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林丹在打完这些球的时候 人应该是落在这个场地的中间 好球 小鸡蛋 闭上 林丹 闭上 林丹 闭上 林丹 闭上 小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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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 刚才这个挑球呢 是对方放得很到位 挑球擦了一下球网 就给了对方半场球机会 嗯 小鸡蛋 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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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刚才 调生化这个机会 杀球可以看成 他就是杀球的时候 这个动作 嗯 还是不是特别好 对 最不好的机会 他也是全力杀 可是你从这个声音和球速 最后出来一看 还是有欠缺 他的球有点在切 所以 但是有些球是可以 但有些球应该要 要有些改变 就是直接接球跟切球 他肯定是有区别的 小鸡蛋 闭上 小鸡蛋 闭上 再次判断失误 底线 结局有两个 就别有了 零 3 5 0 9 2 3 5 0 5 0 0 那么 经过偷拍以后 林丹是在往前 这个反派的退缩 实现一些失误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林丹在防守当中 还是可以说 非常不错 一个能守散攻的球员 所以给对方来说 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 攻又攻不死 那么守又守不住 所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一些特伤 如果你没有特伤的话 对方首先在心理上 他就不是那么怕 杀球和人换的接杀挡网 质量太差了 那要成为顶尖选手呢 就是在全面的基础上有特长 如果仅有特长没有全面 就是特长的另外一面 很容易就变成你的弱点 是的 好 一个滑板 骗到了林丹 好 地球四线失忆界内 但是好像只财 但是他界外 对 它的转发 林丹在抬头看现场大屏幕 这次奥运会我们在这正好 因为这个机会提到一下 天河体育馆做了装修之后 现场有两块大屏幕 可以放出比赛转播信号 但是它有一点在这次奥运会上 做得非常国际化和标准化的 就是在进入慢镜头回放的时候 现场大屏幕是切走 这个是按照道理来说 是不应该给现场观众看到的 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到裁判 这样会给裁判的压力太大了 这是从道理 从这个人情上来说 另外呢 其实我们电视的转播工作 也是有附加价值在里头的 这个电视观众 其实也是付了钱 看到电视画面 这是一种创作 是 还是 朴晨华得分 但是比分 现在的比分 比分还有现场的积分牌比分没有改过来 应该是8比10 8比10 朴晨华落后2分 这次出面线 双方继续比赛 领带3分的优势 第一局已经拿下 出界 又一个打到双大边线的时候 嗯 小汉华要挠了挠头 怎么会这样 说明他的基本技术的掌握 还不是特别的娴熟 发挥好的手可能 他就能够打得近 说明 刚才这球也和前面一个秀出出意诀 他讨完对角之后 注意力都在直线 结果人家回过对角线给他 站在那儿 按照夏天泽说的话 就是被打得立正 嗯 也说明 这个 这个 韩生患 这个二次启动的能力 也是比较弱一点 当第一个被骗了以后 失去了重心以后 是不是还能够再启动起来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表现来看 我们这样启动 第二次的启动能力 也是我先缺一点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 如果简单的去理解呢 对几些高手的对抗 嗯 像李中伟打林丹 从过去的交手记录来看 基本上就李中伟赢一次 然后林丹赢他两到三次 嗯 然后李中伟再能赢一次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比例 嗯 跟苗生患打呢 就是 你赢我一次 我下场赢你五六次 你才有机会再赢一次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比例 是 从这样的比例来说 说明林丹还是在实力 比他比较比较强 比较比较强 比较比较强 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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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选手好像跟他又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他也是比较郁闷 是不是希望林丹早点退休 可是他比林丹还大一岁 只能靠坚持了 等他坚持下来林丹要退的时候可能也有明信的伤害 对 不过呢毕竟李宗伟还是有这个能力 就是我毕竟他是属于输强和四伙 可能就能赢你一次的人 所以明天的这场南丹决赛 假设是林丹取胜的话 仍然林丹和李宗伟的这个对话 我想还是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 嗯 好球 刚才这球真实的对角多了 实际上还是非常好 好球 当然我们也看到淼丹华 还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拼就 自己受效了 嗯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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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ht 好球 好球 可以 好球 保 met 一个艺术 beòng 真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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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局 破勝的情況下 目前第二局 17 18比9 所以形勢對林娜來說是非常好 加油 出邊線 可能在團體賽 先贏一局連背林丹連班兩局之後 調整換也感覺到 還是信心有信心 是 今天失誤也太多了 旁邊有一些小觀眾 李宗偉上來比賽就喊林丹加油 林丹上來就喊林丹加油 他的目標就是希望看到決賽 林丹跟李宗偉打個勝負 但是他反而還是非常準 所以以後有什麼要預測 我覺得應該還是取得不了 先預測一下 其實剛在做之前他們還在過火 我覺得 從他們年齡看 都是很小 但是不會觀察到這麼高水準的羽毛球比賽 一方面說明廣州 羽毛球在廣州 這個氛圍是非常好的 沒錯 每次羽毛球轉播幾乎都要提到天河體育館 基本上就是中國羽毛球比賽的一個勝利 現在林丹已經獲得了場點 進入決賽 將和李宗偉來對戰 對方回球出界 那是林丹21比10 勝了第二局 今天她是耗時32分鐘 21比14 21比10 立刻韓國的第一高手 調整換 現在林丹就再一次打進了亞運會的南丹冠軍政策戰